我們說G20峰會 今年要舉辦這個視訊會議 那當然印尼今年的主辦國 他已經邀請普丁來參加了 但是在葉倫給普丁 直接離席之後 普丁到底還會不會 加入這一場衛役呢 大家也就在看 任俊哥你覺得呢 我覺得現在當然第一個 普丁他也有 他自己國內的問題要面對 就是說你看他之前 把這個內宣的部分做到這麼足 還要把這個一大堆說什麼 在克里米亞一大堆人支持 他出兵或幹嘛的 你現在又要再徵兵 所以我認為他當然第一個 必須要有一個說詞 告訴大家講說 他現在在進展上面是勝利的 但我們通常都會這樣覺得 就是說如果你進展是勝利的 那你到底要怎麼去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我認為他第一個 就是說他要跟這個 哲倫斯基要不要會談 我認為他大概 如果他真的出席會談 或者是怎樣 他會把調子拉得非常高 也就是我把我要的這個條件 我都把他拉到高 讓你無法接受 然後就破局 破局我要嘛就繼續打 不然就是你就強迫你接受 因為他在過去幾場戰爭裡面 確實俄羅斯都是用這樣一個手段 你看在克里米亞的那個戰爭裡面 跟他之前的戰爭 他其實都是告訴你 講說不然你就割地賠款 不然你就多少讓給我這樣子 那我認為這個現在就考驗了 就是哲倫斯基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時間 他一直不斷的在呼籲的是 你西方只要沒有背棄我 你其他北約盟國只要沒有背棄我 我就能撐 但是大家其實會回來看 就是說 折倫斯基的這一塊你的烏克蘭 到底可用的軍力剩下多少 我認為世界各個也都在評估 那你現在把這些武器裝備 送進去完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的軍人的作戰 基本上是開始進入到 我們現在最常看到的這個狀況 在第一階段裡面 其實都是民兵 都是這個所謂的 你看到人民 什麼多少人拿著罐子 就K掉什麼東西 然後隨便受個訓 什麼女大聲什麼 受訓完就可以打掉三架飛機 現在大概沒有這種神話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進入到所謂正規軍 要跟正規軍作戰這個階段 所以現在對於折倫斯基來講 他必須要告訴西方國家的是 你今天給我武器 我要能使用 否則你武器進來 你也會這樣想說 我的武器給你 你如果是戰術醫藥 武器換去給俄羅斯拿去 換他擁有很多的武器 因為戰場其實本來工坊東西 就是這樣 今天你你今天戰勝了 你拿到這個陣地裡面 敵軍留下來的東西 明天你戰敗了 換別人拿走你的 美軍在越戰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其實在烏克蘭戰爭 你會發現 他有很多的城市是這樣 今天是俄羅斯人 現在你明天換烏克蘭打回來 那後天換他拿過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 這個折倫斯基來講 他當然希望上談判桌 可是他上談判桌的後盾 來自於是西方是我的彈藥庫 西方是我的軍火庫 他必須拿這一塊 去跟俄羅斯談的是 你今天我的只要我的正規軍的戰力 能夠保持在能作戰的狀態之下 你今天俄羅斯你要再進來 其實重大損傷的會是你 那看起來俄羅斯確實在這個戰場上面 他是有受挫的 所以你看他現在連徵兵的部分 說什麼十六歲十八歲 就開始往戰場上徵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他今天徵這些兵 不是補足國內的兵源的問題 而是徵這些人要把他上戰場 你光想這些人他其實剛到部隊 也不剛入伍 你受訓完了之後就讓他拿到 拿了槍就直接叫他去上戰場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作戰能力的 你等於是把這些人拿來當炮灰 所以我認為對普丁來講 他應該有需要上談判桌的 這樣的一個壓力 那現在問題就在於是烏克蘭 因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包含北約盟國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我軍備給你 我武器給你 可是你其他哲倫斯基的要求 其實你會看到北約國家 基本上踩著一條線 是比較保守一點 對 那那一塊我認為 他們其實也會認為就是說 OK 你今天烏克蘭跟你俄羅斯之間的 這個恩恩怨怨 這個多少年來的這個恩怨情仇 你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自己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現在他就變成是怎樣 你知道雙方把自己的牌握在手上 握得非常緊 如果今天誰能夠逼迫對方 在這個所謂的戰損的這個折损點上面 去做一個評估 誰的勝算比較大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比較有機會 去主導整個談判的進行 好 但是烏克蘭現在踩的 就是我背後的巴骨夠硬 所以普丁愛面子 現在就讓你閩住嚇撩撩 為什麼呢 包括了莫斯科號的傷亡 好 之前我們說510個軍官 沒有想到現在俄羅斯官方 首度發布消息 他們說死亡人數只有多少人 一人 只有一人 他們說另外27個人是失蹤的 讓大家很好奇說 這上頭不是有510個阿兵哥嗎 如果只有一個人死亡的話 大家都會算數嘛 其他人走去哪裡去了 好 當然這個莫斯科號的 這個傷亡人數太多了 這個莫斯科號的旗艦艦 居然這樣子沉了 是不是代表說黑海艦隊 可能也象徵毀滅了呢 宇曉哥 對 謊話說得越多的時候 反而會被大家看出他的焦慮 剛才主持人問得很好 那現在黑海艦隊怎麼辦 我告訴大家 黑海艦隊在莫斯科號沉沒之後 基本上已經喪失了一個 海面艦隊的功能 旗艦扮演什麼角色 指揮 協調 作戰 就是這個艦隊的大腦 跟所謂的神經末梢 你失去這樣的功能 再加上其他在賽反堡的 這些黑海艦隊 其他的驅逐艦跟巡洋艦 他敢出海嗎 號稱最精銳的旗艦都不集成了 你有比他更厲害嗎 第二個 黑海艦隊本來扮演功能是什麼 各位要了解 他本來做兩棲作戰 兩棲登陸 才能夠打開南方的戰線 幾個城市很重要 尼古拉耶夫 另外一個奧德薩 本來都需要 這一些黑海艦隊進行暗轟跟掩護 才能做搶灘登陸 這可能是除了烏冬以外 普丁最希望達到的戰果之一 現階段 登陸艇沉得沉 旗艦已經沒有了 怎麼辦 但是還有一招 雖然說遠水救不了近火 我拿這張圖給大家看 這張圖是什麼呢 為什麼馬力波這麼重要 從現在損兵折降 然後莫斯科想要調兵潛艦看出來 我們說俄羅斯有四大艦隊 黑海艦隊跟北方艦隊 跟波羅的海艦隊 還有太平洋艦隊是他四大艦隊 但有一個叫四加一 叫離海艦隊 離海艦隊雖然規模不大 但是有辦法扮演調度的角色 有朋友問我說 離海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內海嗎 然後他怎麼把船開到黑海 各位從我的圖版之中就可以顯示 離海在這裡 離海大概多大 離海38萬平凡公里 台灣將近十倍大 離海跟黑海中間有兩條很大的河流 一個叫做福爾加河 另一個叫頓河 在這兩條河之間 這個前蘇聯在1948年 利用俘虜的德軍 挖了中間的這個小小運河 叫做福爾加頓河的運河 所以就可以把離海透過福爾加 福爾加頓河運河從頓河 想辦法出亞述海 他最快的調兵潛降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可是麻煩來了 剛才各位說馬力波非得拿下來除了亞述營的血海生仇 說他是極端主義新納粹分子 或者是說這個是指標性的程式之外 如果沒有辦法拿下馬力波的話 一個最大問題是這個盤算也可能會落空 只要馬力波的守軍一樣擁有反艦飛彈 你只要開出來極有可能被擊沉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拿下馬力波 從現階段調兵潛降看得出來 我剛才說原水就不了進火了 這個福爾加河多長 是歐洲最長的河 它本來的名字大家比較熟悉 叫渦瓦河 它可以連結上面的北海艦隊 這也是白海 然後通過這邊叫做波羅的海運河 又可以連接波羅的海 但對不起 從這裡調兵潛降不如從離海 離海過去在2015年 這個離海艦隊還針對伊斯蘭國發射飛彈 所以它有實戰經驗 雖然它的艦隊規模沒像其他艦隊這麼強 最後要補充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重點應該是說烏克蘭需要重武器 是什麼重武器 這個高科技還有質量較高的重武器 現階段蘇軍至少是人家三倍 屯兵大概30萬要切斷烏東地區 剛才我們各位說的所謂的新型的武器 或是西方援援不絕的 讓10萬的烏克蘭軍隊 第一個處在內線作戰的地位 第二個擁有反戰車 還有裝甲機動的吊盾的能力 包含自走炮 包含趴拉丁 所以說10萬就放在手下 最後剛才主持人說 還有創作歌說 這麼多的防空飛彈 重點是烏克蘭的空軍一定是居於弱勢的 那最後這什麼東西很重要 野戰防空很重要 現在有西北風 有刺針 有新冠 有炎燕等等 又提供了在這個地方 讓烏克蘭的守軍 至少在制空權的部分 不會完完全全淪為 烏克蘭的天空被俄羅斯所掌握 所以從這些戰局 我們還是要可以持續觀察 烏克蘭的抵抗意志 讓俄羅斯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口令一下戰機從航母起飛 中共海軍22號發布第一部航空母艦組 已宣傳片 中共軍事大外宣意圖濃厚 我軍也提宣反艦跟防空飛彈量能 國防部擴大飛彈部署 又一朝刺衛島邁進 以如何嚇阻中國攻打台灣為題的文章 就提到台灣必須成為敵方 難以消化的目標 而整體防衛構想等於刺衛戰略 就是個好例子 以容易掩護的防衛性武器為基礎 特別是反艦跟防空飛彈 像是熊山陸基金城型飛彈 有望提前到2023年量產 另外瘦身版熊山空射型 也將在2027年結案前量產超過30枚 至於防空飛彈天空三型 至終遠程地對空飛彈 主要任務攔截共軍彈道飛彈 不僅提高產能到96枚 更加速部署 根據《平民報》 軍方規劃在台風金馬設置17處 攻三飛彈據點跟相關設施 等於全台佈滿防空半艦飛彈 飛彈的戰力 比船飛機來的便宜非常多 完整的飛彈防護與能力的話 就可以保護我們這些軍事基礎設施的安全 然後就可以確保後續的戰力防護 還有就是反擊敵人登陸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軍事行動 面對不對勁戰力 台灣自衛島計畫全面啟動 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讓中共打消盡犯念頭 好 不過莫斯科號成了之後呢 讓中國這個沉默的夥伴 可能又更加沉默了 為什麼呢 雙殺哥他們會不會很緊張 遼寧艦系出同門 遼寧號跟這個莫斯科號系出同門 那你成了之後是不是代表 我的萬一出去了 萬一你可能也是幾顆飛彈 你也成了會不會呢 我先幫雨嫂補充一下 黑海鮮隊現在在幹嘛 他們現在要求在陸地上的陸軍 你幫我從奧德薩到那個赫松 海岸那邊 二十五公里幫我清空 對 你要清空之後 免得他們的海王星飛彈 又射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躲在那邊 躲著在岸邊裡面 他們趴著要死 他們要陸軍先把他解決掉 讓他們飛彈打不到 你可以才過來 那就回來了 然後現在的話 就變成解放軍當然就很害怕了 第一個 他們的瓦梁格號就是遼寧號 然後遼寧號後面 他們自己去做 然後做的時候 又是來自於俄羅斯的 上面的飛行的鋼板 然後還有是求烏克蘭 跟我們一些技術 所以終於做出來 這個所謂的遼寧號 然後從遼寧號裡面 再來山東號 然後現在的昨天 本來是應該他們第三號 洞洞山應該要下水的 結果這沒有辦法 那下水典禮 因為他們現在上海 正在疫情 他們藏心的地方就沒辦法 所以他們只有一個 虛靈的下水典禮 所以其實他們的航空母艦還行嗎 一看到的是 你整個邏輯 就是來自於這個 整個設計 整個就是像莫斯科號 就是來自個血緣 第二個就剛剛 為什麼要講到飛彈 原來 飛彈只要打得中你 你的防空的能力是很差的 所以現在你們過去花這麼多錢 你們過去做這麼多事情 中國的解放軍 他們很多人就想說 真的有用嗎 然後是不是要先登陸台灣 拜託解放軍 把我們海岸先從台北到新竹 海岸先25公里的內路 超清空 他們遼寧號才過來 不然會被我們的熊赫熊山打掉 但是本來就應該是他們的 那個戰艦過來之後 飽和恭喜 幫助他們登陸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的邏輯就全亂了 但是其實裡面更關鍵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整個戰法 都是在學整個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他這一次在戰前 就進入了黑海 他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中共最喜歡講的 區域拒止反介入 他就是到了那個黑海 站住之後 然後到美國的第六艦隊 不能靠近來 不能靠近來 所以美國的第六艦隊 沒辦法來干預 沒辦法來干預 他就讓美軍 沒辦法從烏克蘭的南邊 繼續援助 他對我們台灣來講 他過去也是這樣子 學俄羅斯這套 區域拒止反介入 所以他們的航空母艦 遼寧號還有山東號 在我們的東北邊 東南邊 一卡住之後 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就被區域拒止了 可是他們現在看到一件事情 原來真的好的飛彈 像是這樣 然後你的眼睛夠清楚 一枚兩枚就把你給打掉了 所以他們就花這麼多錢 做航空這個狀況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 他們最近的時候 你會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的動機武做出第二輛了 然後動武武做出第四輛了 他們沒有大肆宣傳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大肆宣傳嗎 因為動武武 他的邏輯就是跟莫斯科號艦一樣 所以他現在成了之後 如果大肆宣傳的時候 好像時間點有點敏感跟尷尬 對 因為他們的動武武就是最強的那個驅逐艦 飛彈驅逐艦 他們上面號稱 他們也是海上飛彈庫 所以有一百六十九枚到一百九十六枚的飛彈 比美國的伯克級都還要多 那你看到沒有 那個整個莫斯科號 也是號稱有一百多枚的飛彈 但是一下就被集成 所以他們因為那個邏輯 都是抄莫斯科的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擔心的就是說 會不會他們過去的時候封鎖台灣 這件事情 這個前提 在這個整個莫斯科號沉沒之後 解放軍完全不知道了 可是這裡面我們要緊張一件事情 因為美國不是一直在警告他 雪曼不是講說你們要有正確的認識 可是他們發現說 因為習近平的 他不是像鄧小平 不是像毛澤東 不是像周恩來 邏輯比較好一點 學勢比較高一點 習近平的話是根據李瑞來講 他的層次可能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們現在很擔心他 反而走向更極端 他如果說說一艘遼寧號不行 來個十艘遼寧號 也好啦 因為船舟這麼多 他們中國的經濟一定垮掉 好 剛剛這個創作哥有講到說 第三艘航母 本來中共的第三艘航母要下水 但是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這樣推遲了 但大家都說 這個他們還特別 拍了一個宣傳片 叫做聲蘭 這名字也取得蠻妙的 國民黨又有感覺了 宣傳片的第三艘航母要問世了 但是他說裡面有很多的新技術 我們要請教一下任俊哥 所以這個第三艘航母 真的有他所謂的 比較厲害的地方嗎 事實上中國大陸一直在宣傳 他的第三艘航母 已經成為走在世界的先端 光一個就是他的整個的飛機 彈射的方式 到底是要用舊款的這個 所謂滑跳式的起飛 還是按照中國大陸有一些人 一直在幫他宣傳說他已經可以做到電磁彈射了 那事實上這裡面最大的差別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你的起飛的這個 這個數量上面 在單一時間裡面 如果你是用滑跳式的起飛 當然他的這個架速會比較少 那他如果是用這個現在一般航母 在使用這個蒸氣式的這個彈射 當然速度會快一點 那電磁彈射其實又有點不太一樣 就他如果用到電磁彈射 是他第一個要先確保 是他的船艦上面的電力 他基本上是充足的 那如果他今天是那一塊是OK的時候 因為他的整個彈射速度是快 所以包含到什麼 第一個他在單一時間內 可以上升的架是多 第二個是他可以裝載的武器量變多了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在他的這個所謂的洞洞藥跟洞洞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你知道 他為了要減輕他起飛的重量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什麼 他的油箱 他可能是滿載彈藥 因為他只能捨棄油箱 不然你不可能在空中裝飛彈 所以當然有可能是只讓他的油箱的部分 是足夠他起飛 然後到幾節位置之後 用空中加油的方式 幫他的飛機把油料給補滿 可是你光想他這裡面就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也就是他的飛機一升空完之後 沒辦法立即投入作戰 他必須先到集結點裡面 先去等空中加油 加油完的時候再繼續跑 那我們天空飛彈就已經打掉了 對 這個其實就是滑跳式的 這個航空母艦他最大的問題 所以他會不會有可能是中看不重用 因為我們知道連疫情的部分 都沒有辦法抵擋中共 那他這個時候居然會說 因為疫情的部分沒有辦法下水 這個時間點是不是跟莫斯科號 被擊沉了有關係呢 這個其實你光回來看 就你只要一下水 我跟你講衛星就拍了啦 那衛星一拍的時候 看你的假 大家都知道了嘛 看你的假髮也知道 你大概是用什麼東西 而且大家會看他有沒有冒煙 剛剛講到那個電力對不對 人家美國都是核子動力 他們還是用重油 所以大家也許他會被遮嚴起來 衛星看不到 因為都是黑煙 那如果你是用黑煙 你如果是會冒黑煙 那你怎麼告訴大家 你有辦法在船上裝 這個所謂的電磁彈射 可能出月先冒煙 碰碰琴怎麼可能看得到呢 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為了漆敵 可是你一冒煙就有熱源 一有熱源就容易被雄山飛彈打到 所以他就是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嗎 所以他是一個模型艦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當然會 如果他今天真的延遲下水 因為下水這件事第一個 就是說你船隻下水是一件事 你下水完了 就代表你的船體的結構差不多了 可是你接下來是 你的戰系系統要進去 你有很多東西要進去 進去完了之後 你要進行海測 海測完了之後 全部都測完了之後 你才有可能進入到成軍的階段 那那個其實還慢慢長路 所以他如果今天是說 我用這個不管 他如果今天正常下水 那大家第一個就是看說 有沒有像你這個宣傳這樣 因為他很大的差別是什麼 你知道你中間從這個滑跳射起飛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電池彈射 你少掉了一段大躍進了 你知道那個叫蒸氣彈射的那個階段 你那個技術通通都沒有做過 你就跟他講說我有OK 我的電池就可以直接到第三代 這樣有可能 對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是宣傳的多 你知道嗎 所以目前為止 對於他這個洞洞山的這個整個的家 你只要看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船體的甲板的牽端 你如果是平 你看他如果有往上翹 那大概就是傳統式的人 所以那個其實都很好分辨 那看起來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都是保密到家 你頂多只有空拍圖 但是空拍圖並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看錯他整體的那個狀況 那有些人認為是說他有可能在第三艘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維持在原來舊的那個狀態 因為畢竟那個的東西 要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技術 所以我覺得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他現在會有遇到 我覺得在烏俄戰爭裡面 對他最大的問題來自於是 俄羅斯難道沒有先進飛機嗎 俄羅斯難道沒有好的東西嗎 可是為什麼在這一次作戰裡面 一個誓言要勝利的這個普丁 他不敢用 有啊 數五七啊 但是量不夠 對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 你再回來看就是說發現到中國大陸 現在最驕傲 他們認為最強的一代的飛機叫什麼 叫殲20 可是你看他其實基本上 在這一段時間到我們ADIZ 西南方的都不是殲20 也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說我如果把最先進的戰機 拿出來給你 在你飛給你看的時候 那你在南海周邊 沒有美國的電侦機嗎 沒有美國的這些 馬上就被拍到啦 我一抓到你之後 你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所以我認為他相當的保守 你看他把這個殲20部署在渠州機場 那個已經是第二線的以外 第二線我們現在告訴你講說我們有雄身 雄身可以打到一千到一千二 你的第二線 你可能要退到第三線去 因為我們等於是加強了我們的這個 整個防禦的這個眾生嘛 那眾生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是他的整個的進攻點 要往後移的這個狀態下 我認為這次烏二戰爭當然他證明了一件事 小國跟大國在軍事博弈上面 小國不代表一定吃虧 那就是看你整體在戰術的運用 還有你的戰場情資的收集 跟你的判斷 是不是足以應付當前的這個 所謂的戰爭的局勢 如果今天你所有的東西 是掌握在你的手上的時候 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 不見得小國一定會打輸 我這邊補充一下 他們殲20其實有飛出來過 就是上次大黃蜂號的時候 那個林肯號航空母艦的時候 在東海的時候 所以太平洋科軍司令講說 我們有跟F-35相遇 飛得不錯 但是後面講的是 整合作戰的人力 我們在觀察 還要再加強一下 還要再加強的意思 所以美國其實就已經在了解他了 不過說真的 現在看起來從烏克蘭戰役 我們知道 不管你國家大跟小 我發現有時候小小的好處 飛彈來講更重要 你飛彈可以直接把莫斯克號給集成了 臺灣也是一樣 臺灣最近包括雄身飛彈量產 包括還有攻三飛彈 現在臺灣的飛彈量產 技術也越來越精良了 這當然 反正是攻自己 天攻就是對天的防空 那雄風就是地對海 或者海對海 那麼這一次 其實我們的雄風飛彈 本來就已經陽明海外了 因為我們 這麼小的目標都可以 對 連那個沒有金屬小小的 那個熱源點我們都打得到 所以當時其實解放軍對我們的雄風飛彈 是相當想要進來研究 我目想看 以前我們在臺東在射擊飛彈 沒有人來看 現在只要我們一射擊 馬上中共的海徵船 甚至他們的這些所謂的運發 都跑過來看 為什麼 因為太奇妙了 那可是我告訴你 大家不要覺得奇妙 以前我們每次講說 你的什麼動物物 你的遼寧號 再大再強壯 我們一發雄風飛彈 不管雄二雄三 打到你 你就吃不了兜樂走 那當時很多的解放軍 甚至一些小粉紅就出來嗆說 你們這些土彈 你們這些笨蛋將軍 你不要夜郎自大 一發飛彈 可以把我們的遼寧號告訴你 就跟蚊子咬一樣了 掉一塊漆 吐一吐我們可以繼續走 他們就講說 沒有用 這種飛彈沒有用 我告訴你 這次海王星飛彈 把他們臉打得又爛又腫 你知道嗎 莫斯科號 這個外洛斯說 沒有啦 一發 後來說兩發 就打沉了 而這個莫斯科號是旗艦 什麼叫旗艦 就好像我們裝甲兵 或者是軍團出去作戰 我們的指揮所被打爆一樣 當你的指揮官 當你的旅長 當你的司令的指揮所被打爆 你下面所有的軍隊 叫做群龍無首 所以這一次莫斯科號 被打沉之後 所有的黑海艦隊 那叫做鳥獸戰 不對 我講得好聽 也叫做蘇伯 叫蘇伯 各自跑地方去避難去了 整個奧德薩港 整個這個凡塞堡 看不到一艘黑海艦隊的船隻 到哪裡去了 不見了 那現在像宇超老師講說 可能會從離海過來 這個離海要經過運河 運河作戰有個先決條件 絕對的空優 沒錯 你的空優一定要非常好 否則運河就這麼小 在海裡面250公里 我都可以把你莫斯科號打沉 那你的艦如果在運河裡面 那叫什麼你知道 撈金魚 對 撈金魚跑不掉 你的這艘船 他的速度很慢 對 他要等那個水位上來 他能動 那你看看 活動的目標 我都可以把你打成 一艘所謂在運河裡面 停滯的目標 那太好打了 所以真的很困難 所以這一次 俄羅斯的這個莫斯科號事件 讓中國想到了一件事 我的遼寧號有這麼神嗎 我的遼寧號是哪裡來的 我的遼寧號就是烏克蘭做的 他叫做瓦格良號 來的時候是多久 什麼時候製造 1988年 他第一次下水 沒有完成 完成了65% 就下水了 然後這個中國的商人 過去看 這不錯 他還用一個很賊的說法 我要買來當海上賭場 用2000萬美金給人家標來 拖回去之後 經過了12年 把它做成了這個遼寧號 下了水之後 現在變無敵水金剛了 天下無敵 看起來又漂亮 跑得又快 沒事就越過第一島鏈 來這邊囂張一下 大家不知道 你每次過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雄風飛彈 都追著你跑 那麼說雄風飛彈這麼厲害嗎 我們這次 我們雄風飛彈 是跟美國的魚叉飛彈混合編組 編成了所謂 暗制的飛彈中隊 本來我們暗制飛彈中隊 這數量大概是10到15 現在已經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20 甚至到25 我們的中隊的數量 增加了一倍 那這些飛彈 除了熊二熊三之外 還加了暗制的魚叉飛彈 100組400枚 那這種狀況你就知道了 你一艘遼寧號 你一艘動物 萬船齊發 我告訴你不用萬船 因為台灣海峽擠不了萬艘船 你的幾艘船能夠過來 我們按照你的水文 按照你的航向 按照你的所謂的排水量 我們都很清楚 什麼樣的船 用什麼樣的彈 什麼樣的船的速度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追蹤 追蹤的清清楚楚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中國對於台灣的 這個所謂的渡海作戰 為了這一次烏鱷戰爭 說句實話 沒有嚇破膽 也吐了不少膽汁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不是講暈船 你在船上跑一跑 在路上的戰車 都可以被反裝甲飛彈 打成開關器 那你在船上 你載的再多的水陸坦克 你載的再多的汽電船 對不起都在船上 因為你這些水陸坦克 不可能越過黑水溝 不可能越過台灣海峽 你必須要搭載在 所有的船艦上 當你的船艦遇上了魚叉飛彈 遇上了雄風飛彈 我講句實話 我針對這些解放軍冤枉 因為你不要為了 習近平的這個野心 要當皇帝 葬送了你 一胎化 唯一的男孩的生命 大家要看一看俄羅斯 這些俄羅斯的士兵 他們情何以堪 他們不知道 原來面對他 對付他的是這些反坦克飛彈 那但是呢 所有的解放軍的船隻 下了水渡台灣海峽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全世界 而且只差以色列 我們全世界第二 我們的飛彈島 刺衛島絕對不是讓德虛民 因為我們的雷達抓得到你 我們的飛彈打得到你 以前說我們飛彈打得短 打不遠 只能打一百多公里 現在對不起 我們可以打超過一千公里 所以你的源頭打擊 我們做得到 但是非必要 中華民國不會做這種事 因為我們是保衛國家 而不是造成世界的動亂 所以這一次 習近平不但要改 還改很多 他以前是專門防我們的部隊 現在是防我們的飛彈 所以他在沿海開始做類似 我們的撲爪丁那一搭 為什麼 你是攻擊的人 你怕什麼 你是要侵略人家的 你怕什麼 對還真的要怕 因為他看到他的大哥 普丁現在手在戰斗 還要靠住抓住桌子才能坐穩 他自己也想 如果哪天換成習近平 在開會的時候也抓著桌腳 那麼是多麼完蛋 所以他們真的要改變戰術了 好 不過到底俄物大戰 誰在後面卡油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就說了 俄物衝突將近兩個月 到底誰在第一刀拱火 趁機餘力呢 好 當然這一篇 趙立堅講的是在罵美國 但下一個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跟所羅門簽約了 我們知道之前 中國跟澳洲的關係 不是很好嗎 你沒有想到現在居然跑去 要踹澳洲一腳 到底誰在後面 偷偷有小動作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國民黨立委講萬安 這兩天勤跑了士林北投 而且跟民眾拔甘情 那不只如此 還主攻防疫問題 又把炮口對向了陳時中 讓大家說 現在不只要防病毒 難道還要防口水嗎 我們一起來看 前一天才到士林敗廟 隔一天又到北投 践行活動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請跑士林北投 在地資深議員汪志斌 更像是母雞帶頭 就是因為傳出黨中央 內部民調 蔣萬安在港湖 中正萬華 士林北投三區 數字下滑 確實是比較會比較需要加強的 當然希望他能夠多多的來 需求在哪 我們服務就到哪 嘴頭士林 我跟汪志斌議員 還有在地非常多優秀的議員 都合作得非常密切 連在地議員都喊話 要蔣萬安多來走走 加上近期和陳時中 差距拉近到3% 蔣萬安防守地方弱區 也主攻防疫體 批評陳時中的丟鑰匙說 蔣萬安近日改攻防疫 不僅因為疫情升溫 日前拋出的中正紀念堂改名 更惹怒黨內深藍派 獲得來迎參選人邀請站台 張亞中再度隔空對抗蔣萬安 要靠強化溝通 安撫黨內深藍派 蔣萬安在藍營內亂中 似乎處處為難 如今集中火力 炮口對準可能的對手陳時中 想見防疫拉抬生死 好 不過明天開始 很多國高中生的爸媽 真的是頭是蠻大的 因為突然在禮拜五上午的時候 北市府就宣布了 好 禮拜一開始 國高松生就不用上課 那在家裡面線上唸書 那讓大家說 怎麼要回覆到線上教學呢 好 結果原本被大家罵翻了 北市府趕快改口說 是演練 我們知道這個很多演練 怎麼會遠距教學也要演練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苦主任俊哥好了 你的小孩高中嘛 對不對 那你突然那一天禮拜五 接到這個消息 你有沒有嚇一跳 而且我其實不是從新聞上知道了 是我女兒突然先傳簡訊給我 跟我講說下禮拜一開始 就禮拜一開始 禮拜五早上的時候跟你說 對 中午的時候告訴我 說禮拜一的時候 他們就要回家遠距教學這樣 那我當然第一個問的是 你知道我問的問題是什麼嗎 是 那要再加多久 一個禮拜 就是他今天這個其實不是為了說 我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他變成長期的遠距教學 不是 他只是說我用演練 所以你看他用演練 演練就是有一個時間性嘛 所以他就是用一個禮拜 可是我真的必須講 以台北市來講 我自己做一個高中生的家長 我告訴你有很多學校現況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學校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是確診的 那他確診的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變成必須要停班停課 那因為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全校停班停課的標準 老實講 就大家就覺得說要放寬嘛 所以你知道像我小朋友的學校 他變成是什麼你知道 老師也被隔離 然後學校的那個廚工也被隔離 然後工友也被隔離 那第一個你國高中 你是要吃這個營養午餐嘛 那上面還有晚餐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就全校統一訂便當 所以他第一個先訂便當 讓大家去領 第二個是老師被隔離怎麼辦 老師被隔離 就所有的同學 因為還是要到學校去上課嘛 所以他們就是坐在教室 然後開著電腦 老師在被隔離的那一端 跟他們遠去教學 那你跟我講這樣 學生到學校去 然後老師 老師被隔離這樣講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 就是他也有好幾個老師 那這個問題 我認為他其實這樣突顯 就是說我們現在整體的狀況來講 確實他已經不符合 我們整體的這個現況 那我認為這個當然對於市府來講 你今天用一個演練 我其實不是很能理解 不是演練這個兩個用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那這一個禮拜的意義是什麼 對 就是說 那一個禮拜之後呢 繼續演下去嗎 對 而且我們現在光看那個趨勢啦 大概這幾天的這個整個的確診數 事實上它是越來越增加嘛 那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演練 那你是不是演練一 演練二 那你跟普丁一樣 我先演練 然後遊訓轉戰 然後我就變成這樣 取得階段性勝利 然後進入第二階段 再入戲 對 他可能不敢講階段性勝利 對 但重點是我們演練完好 那你為什麼不連國中以下 也一起演練呢 對 因為他們其實有想 我認為他們有評估過啦 就你如果是國中以下 變成是國小學的 哇 那個姿勢更體大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那個兒哨法 就是你有幾歲以下 國中以上可以自己待在家 國中以下沒有辦法自己待在家 對 我跟你講 其實政治就是這樣 他一定有評估過 那我如果今天讓那個國中以下 也讓你通通就留在家的時候 哇 完蛋了 那一大堆父母啊 家長啊 上街抗議了啦 連班都不能上 所以他不敢你知道 但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包含柯文哲都講說 我如果一萬人被隔離 那我還有一萬人是要照顧他的 那你今天用一個方式說 我臺北市走在前面說 我告訴大家說 我先這個遠端教學的 演練一個禮拜 我就很想問嘛 那一個禮拜的意義是什麼 他真的會讓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那你一個禮拜之後呢 又一個禮拜 那對不對 那創下哥之前也演練過了嘛 這個線上教學 我們半年前就演練過了 那幹嘛要再演練一次呢 而且大家也會很納悶說 那你中央就已經有訂一套 這個停班課的標準了嘛 對不對 那你幹嘛 北市府這個時間點 又要來超前部署呢 基本上就是柯文哲想要去搶話語權而已嘛 就是搶話語權 而且他先前的時候呢 他雖然每天還可以連線 但是他就在家裡待了很久了 所以他就是在搶話語權 基本上事實上 他其實裡面呢 有些東西我們是要去面對的 就是現在這樣一個匡列的情況之下 學校的運作就像任俊講的嘛 你到學校去然後看著電腦 那個東西都是一些狀況 你可以談嘛 但是如果叫柯文哲 鑽鑽鑄鑄鑄鑄的 好好的救世論事來談 他如果會這樣子 他就不叫柯文哲 所以他就是搶個話語權 搶個話語權 可是事實上你看 我們現在其實不需要如此 像昨天早上一大早 六個縣市就跟指揮中心 好好的談下來 怎麼去處理 其實現在全世界 沒有人會去care 你在那邊搶先什麼 不是 接下來還有統測 還有會考 這些都是國高中 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這時候演練 而且說演練得好的話 還要再演一個禮拜呢 不是 因為那個情況 確實有些狀況 我不是持平來講 確實你說就上去學校 你去看著電腦 也是沒有意義的嘛 所以確實是要去處理一些狀況 可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市長 負責任的地方上的疫情的指揮者 你不應該只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政治聲量 炒話題 因為這個演練或包含後面 我們說實話 確實現在大家很不確定 當然你說的統徹或什麼 如果照這個疫情下去 怎麼去進行 怎麼去處理 其實這社會上都有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 全臺灣最需要就是 好好的講清楚 給大家一個答案 而不是搶聲量 我補充一句就好了 本來蘇晨昌是告訴大家說 有政府會做事 但柯文哲是幹嘛呢 現在有做事市政府還在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說出來 剛才大家說演練的事情 其實他是在裝忙 什麼意思呢 讓大家覺得我柯文哲 還是忙於市政跟防疫 我沒有為選舉噴口水或倒是爬爬罩 另外兩件事情是我自己補充的 是我很多自己臺北市民的朋友 臺北市各區還有自己經歷到的 更沒有發現過去兩個月以來 臺北市大白天挖路的頻率變高了 所以大白天都被堵車 為什麼 學誰 學安國瑜嘛 對不對 什麼 路燈 路名燈亮水的無法 對對對 我差點忘記這口號了 回到我補充的一開始所說的 柯文哲現在才知道回防 回防什麼 疫情爆發了 我如果在這疫情之中呢 想辦法擷取話語權 撈點正式紅利 讓市民知道 我們不是只有副市長黃珊珊 原來臺北市 真的還是有市長在 但到底擷取到話語權 還是讓很多國高中生的爸媽 可能會比較大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新北市 好像比較聰明一點 他就沒有跳下這個坑 很多人說 你要不要跟進臺北市 那新北市就說了 我們授權學校來彈性 然後要跟病毒共存 那如果是要跟病毒共存 那如果是要跟病毒共存的話 應該就是不會 就是比那個中央所頒定的 停課標準還要來嚴格 應該是理論上是這樣 可是他忽然間就是說 要停課要演練 那不是跟他自己之前講說 要跟病毒共存 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誰先開放夜市的 柯文哲 對 那當然新北市現在做法 就是要 就是要 完全遵到中央的指引 不過我覺得現在 確實是有幾件事情 應該是要趕快放寬 比如說居隔的部分 我們現在 新北市最嚴重 就是居隔人數太多了 可能很快就會突破 三萬四萬五萬 而且你看現在 每天一千多個確診對不對 平均一個確診 就要匡列十個人 我們整個新北市到時候 可能幾乎都匡列 我最近覺得 路上車變少了 可能不是大家 對病毒的害怕 而是說很多人 都待在家裡不能出門 所以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建議說 絕對要趕快放寬 那現在對於疫情建議的 不見得都是想要選舉 或者是想要找麻煩 不是 包括那個基隆市長 民進黨的林宥昌市長 也這樣建議 他說要縮短居隔的天數 然後還有就是要根據 每一個居隔者 他打的疫苗的劑量 以及他快篩的結果 來決定他到了居隔幾天 所以這個事情是真的是 確實是非常嚴重 而且我們基層的 醫護人員的人力 真的很嚴重的不足 所以導致於 很多做法是變來變去的 像剛剛大家都很關心 學校的事情 你知道現在 每個家長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的家長是想要待在家裡陪小孩 有的家長是不希望在家裡陪小孩 你們那邊都是合牙籃 怎麼都有時間待在家裡陪小孩 你知道很多 之前就是說一個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如果被居隔的話 要有一個家長陪他 所以同時會開給小孩 一個居隔書 跟家長一個居隔書 可是後來家長就說 可不可以再開給我了 因為有時候是爸爸要陪 有時候媽媽要陪 所以這樣就變成說只開給小孩 不開給家長 結果後來很多家長就跑出來講說 不行不行 你還是要給我 因為你沒有給我的話 我不能夠請假 所以目前的做法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那個居隔的問題 我倒覺得應該要儘快解決 好 不過當然我們說這個防疫 你也不要變成口水戰 但最近就有說一個民調 我又要選台北市長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蔣萬安傳出在內湖南港 中正萬華士林北投區的民調持續下滑 沒有贏過陳時中 導致北市黨部不敢公開民調 那我們想說 好 這些地方 其實可能中正區 這個地方比較藍 那你輸了之後 真的對於蔣萬安來講 是比較沒有面子 那是真的有這一份的民調嗎 衣服哥 我所聽到的 應該是北市黨部做的民調 那他現在不敢公開囉 因為北市黨部從去年十一月 就一直在固定的一段時間 就會做一個民調 譬如說三月份所做的民調 他是針對市議員 他是分區做 譬如說中正萬華是一個選區 他們做了一個選區的議員的民調 然後市長在那個區的民調 蔣萬安也順便做 那民調應該是北市政府 所以大家都問黨中央 黨中央跟你說沒做 那我聽到的應該是 北市黨部做的民調 北市黨部 當然到底哪個區塊 對蔣萬安不利下滑 萬華是一個 士林北投 南港內湖 其實我們回過頭來說 四黨部一直有一個萬安計畫 也好啦 什麼大家的說法都一樣 都不一樣 但是他有具體的幾個計畫 一個叫做右岸聯盟 什麼叫右岸聯盟 就淡水河的右岸 右岸聯盟就是蔣萬安的弱勢區 相對弱的地區 哪個地區 士林北投 薩銅萬華 中了沒有 你看那四個區中了幾個區 中了嘛 好 然後當然他還有一個玉山計畫 所謂玉山計畫就是大安文山 優勢區的強化計畫 那你說南港 南港內湖 南港內湖 基本上 二零一八年 韓國瑜帶動的風潮 讓市議員選得好 但是二零二年的選舉 可能要回歸到正常生態 有可能國民黨五席要面對掉一席 不要忘記黃珊珊是哪裡出生 他就是內湖南港出生 所以內湖南港有黃珊珊在 當然會對蔣萬安造成威脅 當然萬華 尤其是萬華 萬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蔣萬安還突破 支持度突破50% 現在幾乎在萬華 聽到的 雖然不給具體數字 但聽到的幾乎已經快要拉平了 就是說你50% 你還過50%到現在 跟人家快要拉平 拉平 那表示對方的民調 要嘛對方民調上來 我聽到的是對方的民調 當然沒有上來很多 是你蔣萬安下去了 那這一份民調出來 所以你從右岸聯盟 到玉山計畫 到里長倍增 他是三個一套的計畫 就希望基層里長也能夠選多一點 對國民黨好處嘛 那你回過頭來想 你里長倍增計畫 你一下子要投入新的50個里長 去跟舊里長競爭 那請問你舊里長會支持你國民黨嗎 你是比他轉向嘛 尤其黃珊珊在這一段時間對里長是直接接觸 是直接接觸 直接詢問里長需求 直接處理里長需求的 所以拉里長拉得也很兇 所以萬華區域的議員 國民黨的議員私底下也都在講 就是說已經開始就黃珊珊的 呃跟里長直接接觸 的確是影響了基層國民黨的力量 顧中顧得比較強啦 所以呃蔣萬安的民調下滑 其實現階段來看 其實是一個正正常生態 尤其是那幾個區域下滑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本來就不強嘛 所以一點都不意外 當然你說這場選舉 除了北市黨部以外 呃黨中央其實我聽到朱立倫 或是黨中央的輔選幹部私底下 對蔣萬安的選舉模式 選舉方式是有意見的 是有意見 認為他現在的選舉方式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他們認為應該有怎麼樣選舉方式呢 是更激進嗎 不是更激進 你溫良公姐讓到最後 你把市長給讓掉了 那那那那你順便把那個朱立倫的黨主席一併讓掉 因為我們剛剛就看到了這份民調呢 其實蔣萬安說他並沒有看過這份民調 到重點來了 剛剛易富哥有說 這個溫良公姐讓 你可能適合選立委啊適合選議員啊 但你要選市長 是不是應該要更積極一點呢 好 包括說你要打陳時中嘛 現在看起來最大對手應該是啦 蔣萬安說再拋三個建議說要擴大防疫車隊 那你就會覺得蔣萬安呢 受訪的時候再拋三個建議 包括了提高長輩疫苗覆蓋率 這個中央有在做啊 好 輕重症分流 這個中央也講啦 擴大防疫以及救護車隊 這個大家也知道啊 好 就覺得好像提出來的意見 是不是沒有那麼樣的集中 或直接具體性呢 蔡夏哥 其實基本上蔣萬安到現在為止 他到底有什麼政見 跟台北市民的生活有關係 其實沒有人有印象 沒有人知道 然後只知道說 他可能呢 在乎的就是 到底是不是國民黨 能夠承認他是蔣家的一個敵脈 所以他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你剛剛講說什麼 他們大家會擔心是什麼 他當然有一群幕僚群 可是他這個幕僚群真的很奇怪 包含是他最近的時候 又找的是 我不是講什麼 沒有什麼階級的問題 可是找到他復興小學家長會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個標準對我來講 望著非常高 那他們這些給他 幫他弄了這樣的一個去拜訪 他們見到的人 那這些票說難聽一點 本來就是他的 然後呢 很難啊 不是很難 而且他們的生活 就是生活圈都是一樣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可能他們那個生活的 那個跟大多數人生活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蔣官安 他根本沒有走出他的圈子 那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他很麻煩 但他更麻煩的情況是說 在這個時候 他心是放不開的 他也聽不進去 像義夫這樣的人 如果有機會跟他見到面 他一定會 那他會被我罵死 不是 他會講說 你講的都有道理 他會跟義夫講說 你講的都有道理 人俊你講的都有道理 那回去之後他都忘記了 不是忘記了 是被他旁邊兩位 最重要的幕僚影響 好 但現在呢 有人可能幫他滿著急的 因為趙少康呢 他可能就開始點名陳時中說 你要不要選啊 趕快決定啊 就把這個球呢 又再拋回給陳時中 那現在疫情的時間點 那陳時中也講說 他其實時間到了之後呢 他就會決定了嘛 但他現在說時間還沒有到嘛 那要不要趕快決定呢 趙少康現在就點名陳時中了 那趙少康怎麼看呢 趙少康這樣主動的出擊 其實基本上坦白講 此時此刻全台灣最關心的 也不會是確診 而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生活怎麼辦 很多的事情怎麼辦 所以當全台灣關切的事情 不是確診 不是你這些政治上的問題的時候 你趙少康出來之後 你只會讓大家更討厭 你這些宮廷男 更討厭 我一直說 他們不叫他們不叫戰鬥男 你們這些宮鬥男 還在搞這些 大家會更討厭你 然後第二個是看到你趙少康這樣子 然後你當然大家都知道 你的目的 趙康五劍 亦在萬安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也一樣的 蔣萬安會垮下去 朱立倫無人是一回事 趙少康太喜歡動作 蔣萬安也會跟著垮下去 好 那我們請教一下 宇壽哥這整件事情 有沒有一點皇帝不及 即死叉叉的那種感覺 不是 這不是很矛盾嗎 之前趙少康老是喜歡批陳時中 基本上你防疫有問題 疫苗或是什麼防疫政策 疫調 基本上一團亂 那你現在又要叫他表態 那基本上你趙少康只有一個立場 你要不然認為他就是一個不適格的 衛福部長 要不然認為蔣萬安或是我趙少康 一定選得過民進黨 你就這兩個立場 其實某個程度上趙少康的態度 就是反映了某些深藍的焦慮 所以唯衛就知道 蔣萬安上不來 趙少康當然不可能去選台北市長 人家是置在2024年的大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呢 好不好 我把球丟給 好不好 極有可能未來會參選的 可是現階段真的不是一個好的時機點 雖然創亞科說的也沒問題 比如大家現在關心的根本不是 所謂確診數字 是生活如何過下去 是我們的醫療那樣的 不要像某些確診國家走過的 雖然與病毒共存 但是醫療體系大崩潰 造成排擠的效果 可是我覺得 每個政治上學員陳時中真的也不笨 現階段我為什麼要表態 我現階段 兩者之間的銜接很重要 我現在只要把各方對我的質疑 我說的是防疫的部分 或是把防疫政策做好 對未來要選舉 當然也會有幫助 結果最爛的方法是什麼呢 防疫失控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輕易表態 你是陳時中的幕僚 你會建議他現在表態嗎 我至少認為不會有這樣的建議 防疫失控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輕易表態 你是陳時中的幕僚 你會建議他現在表態嗎 我至少認為不會有這樣的建議 好 不過剩下六個月就要選了對不對 那國民黨內大家會不會替蔣萬安來召集呢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民調 沒有辦法有起色認正常事情 因為現在 所以你們也認了是不是 你議員是要沒去接發言人 不是 我覺得很正常是因為那個曝光度 絕對會影響民調高低 現在因為疫情 你是覺得是外在的環境還是內在認識 所以陳時中 黃先生民調低會高 不太對 為什麼 他新北的啊 新北的啊 他當然不急嘛 你就問台北的議員急不急 他們多少次跟蔣萬安開過會 對不對 五月以後再看 他們多少次跟蔣萬安談過 而且希望蔣萬安能夠進步 就算你不宣布 你最少跟市議員的互動要有 他們已經組群組了啦 黨團跟蔣萬安有組群組 問題就在這裡 你只組群組嘛 你知道很多市議員是自己掏錢 已經把文宣都開始做了